台中縣這個30歲的未婚媽媽 跟19歲的男朋友 生下了一個小baby 這個小女嬰 那麼因為罹患的輕度身心障礙 加上又有骨質疏鬆症 那麼抱著小baby 托給了警方來餵養 隔了一天 我們到了這個媽媽的家裡面 看到環境真的是很不好 社會局擔心小baby的安危 已經把小baby安置到寄養家庭了 媽媽說呢 雖然心裡很捨不得 但是至少這樣子 對小孩子比較好 30歲的未婚媽媽 把鋼滿月的女嬰 托給了警察餵養 自己坐在了一旁 因為男友剛滿19歲 母親又沒工作 養不起小孩 只好出此下策 事隔一天來到未婚媽媽的家裡 他19歲的男友 住在這個老舅的房子裡頭 家裡沒有幾樣家具 環境真的很不好 社會局擔心女嬰 已經把孩子安置到寄養家庭去 但媽媽看到了女嬰的床鋪 就算心裡不捨 也只能夠和孩子暫時分開 為什麼會想把小朋友抱去派出所 都不會顧啊 都不會怎麼照顧 不知道怎麼照顧她啊 這名女子13號當天 和男方家人口角 抱小孩衝往屋外 被圓警發現之後帶回了派出所 才發現這名女子 根本不懂得如何撫養女嬰 也沒有能力養小孩 所以現在小朋友送走 你覺得比較安心嗎 還是覺得捨不得 比較安心一點 覺得有人可以照顧她是不是 對 自己照顧不來嗎 照顧不來 原來女嬰的媽媽患有輕度身心障礙 和男友未婚生子 加上了罹患骨質疏鬆症 連抱小女嬰都有困難 現在小孩真的被社會局給安置了 女嬰的母親反而後悔起一時衝動 真的把孩子送給了別人養 中天新聞陳廣睿台中報導